对不起,希望您能原谅我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9月9号到15号 我们叫药王兴加持 意思是说这七天多洗澡 多淋雨 为什么意思呢 这些水都代表药师佛的加持 所以无论如何这七天 那么也让家里的人说 现在代表医生的佛在降甘露 这样就好了 所以多在洗澡的时候 或下雨的时候 能够淋到水 当然就观想药师佛的蓝色的水 叫琉璃水 净化自己 当然药师佛的目的不是光身体的病苦 而是希望每个人念一下 正知正见 发菩提心 求生净土 所以药师佛从世间满众生院 求长寿 求子女 求官位 求财富 这些都满足了 衣食无缺 财宝无缺 先满我们众生的暂时的安乐 进一步去除邪见 由回晓向大 发菩提心 然后劝众生 得身净土 将来成佛 那我想药师佛的愿 也是我们大家发菩提心 都应该发这样子的愿 所以学佛 各位多了解佛菩萨的功德 来学习佛菩萨这样发愿 去实践 那站在大乘佛教 念一下 归佛 当愿自己 及所有众生 成就佛陀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也就是说 站在大乘佛教 你既然发了菩提心 那要成就佛的外向 那当然要成就佛的外向 也要去追求佛的心 缘 所以 佛陀的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是非常生活化的 事实上每一条都是我们 发菩提心应该有的戒律 应该要去实践的 所以 为什么你不能说 反正我长得很安全 无所谓 这样就是违背佛法 蜡烛点亮 就是希望别人 看到这个亮度 而去除黑暗 不会走错路 不会跌倒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有这种空性的体悟 没有单独的存在 所有的存在 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就像母子连心一样 所以阿弥陀佛成佛 是为我们成佛的 极乐世界是为这些三界六道 轮回友情而存在的 所以阿弥陀佛认为 所有众生都应该到诸佛菩萨的净土 他才可以得到生命的涅槃 而进一步找到生命的意义 发菩提心成佛 这就是生命唯一存在的目标 而不是说 我喜欢修解脱道 称阿弥陀佛就好了 我喜欢有人天福报 这个都是不究竟的 而且会苦的 老实说了 真的阿弥陀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 在这个世间也是很苦的 因为阿弥陀佛 他可以入涅槃七天 但是呢 他随着他的习性业力 就像熊冬眠 但是呢 冬眠就身体就瘦了 但是等到夏天 他一定要出来 他不出来 他会死的 他要去找食物吃 所以呢 阿弥陀佛的所谓正涅槃 是一死的 不是就禁的 按照妙法莲花经 唯有成佛 佛陀佛教一称法 才是就禁的 所以我想 佛告诉我们佛法 就是希望每个人 都应该发菩提心 走入成佛之道 这是唯一之道 那仁天福报 来自解脱道 是暂时的 不就近的 针对当时候姻缘所说的 当然我们是 一定是先告诉人家 一定要追求仁天福报 要健康长寿快乐 但是呢 健康长寿快乐是无偿的 经济部希望他发起出离心 但是个人出离心 那又是不就近的 唯有感恩父母 感恩众生 要生起这个想法 让所有众生 同臣佛道 这才是生命唯一的一条路 那为了如此 所以 一定要发菩提心 那为了菩提心 就像地上本愿经 长者 那么看到了佛的庄严 而追求 那佛说 那你要广度六道众生 离苦得了 才能够向好庄严 度众生 所以我想每个人 要把生命的意义 抓得很清楚 这就是佛陀的教法 不然每个人说 读书啊 然后博士啊 结婚啊 成功啊 买房子啊 乃至呢 提早退休啊 天天跑步啊 免得生病啊 这些都只是暂时的 所以会浪费生命 生命最大的意义 就是追求成佛之道 所以各位要把握 天天都像今天 好不好啊 天天这么努力啊 当然我想努力 有太多种修行的方法 只是说 我们个人一元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不离菩提心的精进 念一下 但念无常 圣物方意 所以各位要想的 变化无常 随时会来 千万不要懒惰 所以呢 就像那个 水里面的鱼 那水已经慢慢流掉了 这些鱼最后要是 要把握这个机会 精进求证 要追求菩提 要赶快成佛 那各位要不断去思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末法 有一点困难 你看 现场这么多人 但出家人不多 出家人 毕竟是少少少少数 但是出家人也不见得 能够完全 圆满去实践菩提心 但至少 现一个出家项 但大部分的人 还是追求的 希望家庭美满 赚钱 儿女平安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 不究竟的暂时的状态 因为这些势必都是苦的 这一点要不断不断地去思维 所以哪怕是出家更要思维这个 不然有时候出家 他就会停顿在出家的一种生活模式 而不是一种精进 所以出家你要想的众生 这个众生都是我父母 他这么苦 我要为他精进 如果我不成佛 我怎么样就帮助对方成佛 但是一定在帮助对方成佛的过程 自己也才能够成佛 所以这叫自立地他 就在这个状态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希望各位追求佛陀的向好庄严 好不好 这是很重要 这样人家才会归因你 你有福有慧 然后别人才会羡慕你 而追求你 佛陀说一个人就是要如此 让自己成为别人学习皈依的对象 就像在黑暗的苦海里面 你要负责做光明灯 才能够让这些浮浮沉沉的船 沉没在大海的众生 有一个依靠 所以自己一定要身口意庄严 所以各位一定要看大乘的经典 我发觉很多人喜欢修秘宗 也不是错 但是呢各位要注意啊 经典一定要看 但是有些人喜欢看经典 但是呢他却不修秘轨 不持咒 那这样也很可惜 会把经典当作文字 但是如果把经典能够变成一种 身口意的庄严 像菩提心的秘轨 就像我们持咒一样 但是现在 我想汉人学佛的方法 跟藏人学的方法 透过现在的社会互相增长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汉传的上师说 如果你不读地藏经啊 你不了解华严经啊 你没有好好地去研究无量寿经啊 那就很可惜了 但是也不要把功课定得太多啊 你定得太多 变成功课是修行 而不是利益众生是修行 所以一辈子都在修仪轨 一辈子都在闭关 一辈子都在做功课 那我想这样 也是脱离了众生的质量 不然的话就变成没福报 一个修行人没有福报 就代表他不是在修行 这是一个基本的 人天福报要有福报 何况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人明明说了 你点一盏灯都比 四千人点一盏灯 那发菩提心的人 怎么会去 怎么会去求福报呢 他不需要求福报 因为他福报本来就比四千人大 但是如果发菩提心的人 我发菩提心居然还对四千人有所求 那这个有点颠倒 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以转轮圣王的福报 来出家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所以我师父长给我说 出家人的福报 要比在家人多百千万亿倍才行 这才叫出家人 为什么 你发菩提心了 所以我想有心要出家的人 那更要修福报 要比别人还精进 已经出家了 更要有福报 不然的话 我觉得佛法有时候会让世间人看不起 如果我们出家人没福报 然后呢 为了钱再奔波 那时候在家人就会觉得 这个出家人哪有比我好啊 所以佛陀就不一样了 佛陀的福报有没有全世界最大 佛陀的相貌有没有全世界最庄严啊 所以佛陀是让世间所有皇帝 包括上帝一皇大帝都羡慕的一个人 一个友情 所以他这样才可以度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也发了菩提心 你要成为你亲戚朋友羡慕的对象 因为你的福报 你的资粮 你的相貌 你的家庭 社会地位 都要比别人好 但是比别人好 又不能骄傲 一骄傲 那就浪费福报了 这些庄严 是为了 为的利益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要努力 不管在哪一方面 有些人智慧高 福报不够 有些人福报大 没智慧 有些人呢 虽然有福报 但是因为悲心不够 每个人都有不圆满的 当然修行如果有善之士 可以告诉你哪里 不圆满 那是一个福报 赶快从这里面去圆满 所以佛陀的声音 佛陀的外表 佛陀走路 佛陀的眼睫毛 佛陀的头发 佛陀的指甲 佛陀的皮肤 像你跟佛陀讲话 只要站在他面前 有最强烈的 最强烈的香味 最庄严的香味 佛陀的脸就会有香味 各位你洗毛巾 洗洗以后 毛巾三天不要洗 是香还臭 这代表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欲望 所以我们用过的毛巾 居然是臭的 所以 但是佛陀不一样 这个也是修醒来的 所以在这一点 你就要去检讨 你不能说 反正大家臭我就臭 所以有些人的皮肤 是没有臭味的 有些人的皮肤 是有不好的味道的 那这个都要去反省 哥你不要说 反正无所谓啊 我自己也闻不到 我一直别人很难过 所以在这一点 那你要利他的思想 不能让别人有一个不好的 所以这里面八十岁行 你要知道 哦 睫毛怎么修的 哦 眼神怎么修的 指甲怎么修的 走路怎么修的 那这个确确实实 是应用在佛法上的菩提心 所以我现在带各位念一念 因为这个都是白话的 不是太困难 不过念 但是解释只是强调 强调而已 好 佛陀八十种书胜像好庄严 当然像讲的是三十二像 好是八十种好 所以这总共一百十二条戒律 是我们修行人的身相的戒律 所以不犯威疑 各位身要庄严 雨也要庄严 心要庄严 谢谢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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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